歡迎收看小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 介紹這個三角形的這一張的重頭戲 就是全等 全部 相等 整個全部法呢 三角形 又叫三邊形 他有三個角 三個邊 當他三個角三個邊都相等的時候那他當然就是 同樣的那個三角形 這樣就叫做全等 那可是我們在這裡會介紹所謂的全等性質 你會發現 我們並不需要去完全證明出 他的三個角三個邊都相等 他們才我們才說全等 那並不是說不需要相等 而是說我們不用證明他完全相等 比如說發生一個命案現場 那這個警方去詢問 命案現場那個目擊者說 兇手好像身高167 接著警方又去這個 這個詢問另外一個 目擊者他說好像聽到被害者喊了一聲有熊老師 這樣 然後警方又去詢問 這個 又去搜集資料發現現場有一滴血 打鬥流下來的血液是B型的 這樣 於是警方又去 注意到這個胸刀上面有指紋 所以警方就叫我去按指紋 然後發現 就是我的指紋 那怎麼樣 兇手就是我 對不對 那驗了那滴血呢 他就會發現他的DNA就跟我的DNA一樣 那果然胸口就是我 那這樣就是全等啦 賴都賴不掉啦 可是其實呢 警察是不是一定要有 全部的這些證據 其實不需要嘛 對不對 他假如驗了DNA發現就是我的DNA 那就是我啦 要不然咧 對不對 或者說他可以驗指紋啊 胸刀上面有我的指紋 那至少我就是嫌疑人嘛 我一定握過那一把刀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全等的性質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 當兩個三角形一模一樣的時候 比如說我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假設他跟上面這個一模一樣 這樣子的時候呢 那他的三邊 那他的三個邊 我們一般邊會寫小血 A的這個對邊寫小A B的這個對邊寫小B 這是小C 那他的三個邊 就應該會跟這個三邊一樣 那他的三個角 也應該會跟上面這個三個形的三個角一樣 會的 可是 可是 我不需要同時擁有這六項證明 就好像我剛剛說警方要指控我 他並不需要同時掌握那個犯人的 指紋 血液 血型 然後DNA 然後身高 然後名字 然後 也許還有附近的那個監視器的聲音什麼的 他只需要掌握一兩項 就足夠證明我是最高嫌疑人 最有嫌疑的那個人 所以同樣的道理我們要去推論兩個三角形 他就是完全一模一樣的三角形 我們並不需要同時去證明說這兩個三角形果然就是六個角都一樣而且你看三個邊都一樣 不需要 那我們需要哪一些條件可以讓我們需要哪一些條件可以讓我們證明他呢 那一般來說我們只需要掌握到三個條件就好了 那我們有六個邊 你講習慣了 三個邊三個角總共六個東西啦 我們有三個邊三個角 那這樣子呢就會產生我剛講到六種條件 六種條件之中我們只需要掌握三個 但是也不是隨便的 三個都可以 我們舉個例子 如果今天有兩個三角形 這個跟這個 這兩個三角形我說這一邊跟這一邊一樣 這一邊跟這一邊一樣 第三邊也和第三邊一樣也就他三邊都相等那這就會是 我先跟大家說這就會是一個 全等的三角形就這兩個三角形應該會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呢如果今天這個三角形它 是三個角都一樣 那你會發現我們角是 這個講那個轉的角度 我們講角都是直角度而不包含它的邊長 到這裡就是說 也許有的學生還會有這種誤解喔 就是說他會覺得說這樣子是不是 三個角 我說這三個角有一樣跟這個三個角有一樣 那還有學生覺得說沒有 這三個角 這三個角沒有一樣的話 那其實很有可能是他 怎麼講 就是在慣用用詞上面跟 課本跟老師沒有整合 也就是說我們講的角是單純指這個轉動的角度 而沒有指那個長度喔 如果他因為覺得說這個比較長 這個比較長 所以這個角 和這個角不一樣的話 好那 這樣子就是老師要去提醒他我們講的不是這樣子 好那 這兩個三角形呢 如果說他今天這三個角一樣 那你會發現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是 一模一樣的三角形 為什麼 因為這個比較大 我們到了下學期就會介紹這是相似型 那所以我的意思呢 就是要就是要說我們剛剛講到全等三角形 三邊三角 那我要用他來去 我只需要我只需要三個條件就可以用他來說明這兩個三角形一模一樣 可是呢 這個 只需要三個條件並不是任意三個都可以 比如說像這樣子 我掌握到這個角一樣 這個角一樣 這個角一樣 沒有用 是不行的 那怎麼樣的條件才可以呢 也就是說我們等一下會介紹五種全等性質 那五種全等性質裡面呢 怎麼樣的性質 怎麼樣的方式去配合哪三個條件才可以呢 我們用一種想法來去檢查他 也就是說我們以剛才的這個 凶殺案舉例 如果今天 警方指控我 他說有熊老師我在胸刀上掌握了你的指紋 我們認為你有很大的嫌疑你有握過胸刀的這個 刀柄 我就跟他說 哎呦 指紋這種東西對不對 全世界每個人都有指紋啊 那你說印出來跟我的一樣 那說不定台灣就是有人指紋跟我一樣啊 對不對 有這種 有這種可能性嗎 那目前為止 目前的生物學跟我們說就是 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道不可能 換句話說怎麼樣 當這個指紋跟你的指紋一模一樣的時候呢 他就是你的手印出來的 也就是你就是握過那把刀子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我們等一下再介紹這些全等性質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推論說沒有錯 這個條件就足夠說明他全等了 那我們所使用的方式就是當我掌握到這個條件之後 在全世界我只找得到一個三角形有 這些條件 就好像全世界 全台灣你只找得到一個人有這個指紋 就是我 那這樣子這個指紋 就代表是我印的 就代表是我握過這把刀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我們等一下介紹這些全等性質呢 我們用一個方式檢查他 是不是我掌握這三個條件之後 只做得出一個三角形 那如果有另外一個我如果我同樣的指紋有兩個人 那就搞不好不是我 如果我掌握這三個條件像我們剛才看到這個 三個角相等的這個情形 我能夠產生兩種三角形 都符合這三個條件 那就代表這三個條件不足以證明他全等 那麼首先我們來看呢 就是我剛講到三個邊都一樣 那在這裡先提這件事情就是說我們把邊叫做S 把角叫做A 可能是直線跟這個角 角度的這個英文字 那總而言之邊是S直線是A 那三邊相等的這個全等呢 我們叫做SS OK 那這樣子他就會相等了 為什麼呢 那課本上你就會看到他透過做圖來證明 他說我現在給你三個邊 是做出三角形 那麼 你能不能夠做出第2個 也是由這三個邊組成的但是 不一樣的三角形呢 那比如說我在這裡這條線 我就量一下 先取個點A 然後量一下 我來 量一下 好 講一下 比如說像這樣子 我產生了一個三角形 那今天這個 情況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種 就是說他可能不是給這三邊 而是他可能怎麼樣直接給我這個三角形 然後說你就利用這個三角形的三邊 你能不能做出另外一個三角形 然後跟他不一樣 那你會發現是不能的 那你會發現是不能的我們只能夠做出一個三角形而已 就算怎麼樣就算你把它比如說我先做這個短的再做長的 也會一樣 一個三角形我們講的全等不是說一定要擺起來就一樣 而是包括你轉 翻轉他 旋轉他最後可以對上去 你就會發現他是一樣的 那麼這個SS 三邊相等式 可以證明這兩個三角形一模一樣 原因就是 當你掌握三個邊長 你只會做出 一種三角形 那除了三個邊之外呢我們剛才示範的這個 三個角相等不是 全等性質 因為你會做出怎麼樣 雖然跟他角都一樣但是大一號的 三角形 這個我們叫相似形 那這樣子所以這個三個角相等都不是 那如果今天我不是三個邊或三個角我是 兩邊一個假角 這樣可以嗎 你們可以想像我現在要試著來 現在 假如我就是要 複製這個好了 複製這個 對不對 那我現在瞄準這個角B 我在這裡先點一點 寫一個P 對不對 接著呢我就複製這個角B 好那我角B複製出來之後呢 我把這個C的長度也取出來 我已經取了 角B取了 角B取了 然後BC 也確定就是這麼長了 然後AC 也就是這麼長了 那接著我告訴你說這裡是一個三角形的 這個 某某兩邊和一個夾角角B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這個三角形是哪一個三角形 就是 你就把它接上去吧 我們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就是要把它接上去 就是把它接上去 那所以說怎麼樣 很容易可以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什麼 當我知道兩邊和他的夾角 或者說一個角和他兩夾邊的時候 那 這個三角形就剩 那一種 就是把第三邊接上去嘛 你都已經掌握到這個三個頂點的相對位置了 那不然我還能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 好 兩邊一夾角 這個SSA 它是全能性質 那要注意這個A要寫在中間 因為他是被兩個邊夾住的 那 除了SSA之外呢 如果是我是兩腳夾一邊 來 那我們就會寫ASA 跟正頭 剛剛不是SSA 是SAS 那如果我今天我是兩腳夾一邊的話呢 那我是ASA 那這樣子可不可以全等呢 我們來示範看看 如果今天我要複製這個三角形 那麼首先 我是我剛講兩腳夾一邊嘛 所以我其實就先做這一邊 這是B C C 然後接著我做腳 那做腳的時候呢 好我這邊這個腳已經做出來了 我故意做小一點 但是讓你知道我的邊其實是可以無限延伸的 那接著我在這邊也做一個腳 好 我故意不碰 不要碰到了 好 故意不碰到 那你知道說我當我這邊確定了喔 然後我這個腳也確定了喔 他就是這樣子的這個腳 那我這個腳也確定了喔 他就是這樣子的這個腳 那所以我說我這個三角形是怎麼樣 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嘛 你就接上去吧 剛剛都已經不小心就要接上去就接上去吧 這樣是不是就剩這一個了 也沒有別種可能的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所謂這個 AAS 我們也可以怎麼樣 我剛剛講這個兩腳夾一邊嘛 你可以先想像我已經做出這兩個腳了 這兩個腳做出來之後呢 那其實這兩個腳他在 底邊不確定長的情況下是可以動的嗎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腳跟這個腳 那這兩個腳呢 他在底邊不確定長的情況下是可以動的嘛 但是當我的底邊也確定了 就是說我這兩個腳的夾邊已經被確定住就是這麼大的時候 那圍起來的三小型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可以這麼想像 如果今天我兩腳一邊沒有夾到 也就是說我剛才這個 這個腳 這個腳 還有這個腳 但是我不知道他中間這段多長 也就是我剛講這種情況可以移動 可以移動 可是怎麼樣呢 可是我知道了 這一個腳的 這一個邊 沒有夾到的這個邊 就是這麼長 確定了 就是這麼長 那這個時候 這邊可以移動 然後這邊也可以無限延伸 可以嗎 那可是你會發現 即便他可以無限延伸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擺這麼遠的話 那他伸過來就是 不一定 不一定碰得到 沒碰到 沒碰到怎麼辦 拉近一點 對不對 我們試著把這個腳想像他可以平移過來 那我假如移到這麼近呢 哇 又超過了嘛 因為我這邊一定要這麼長 對不對 我這邊一定要這麼長 那我這個 我這個腳 拉太遠了碰不到 拉太近了會超過怎麼辦 再往外調 調到怎麼樣 調到剛剛好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一定得在這裡 這個腳一定得在這裡 然後今天你就會圍出一個 我剛剛講 當你掌握到這個條件 怎麼樣 什麼條件 兩個腳 和一條邊但是這條邊不是被夾住的時候 你還是只能夠做出一個三角形 那這就會是用來證明這兩個三角形一樣的 性質 也就是說今天我有兩個三角形 這個和這個 然後我跟你講喔 我跟你說這個腳 跟這個腳一樣 我跟你說這個腳 也跟這個腳一樣 然後我還告訴你了 這邊 跟這邊等長的時候呢 那我問你這兩個是不是一定是同樣的三角形呢 其實他 是的 他是 那為什麼呢 就是我剛剛說明了 當你給我這個腳 這個腳 然後你沒有給我第三邊 他理論上是可以一直滑來滑去嘛 可是你第三邊如果給我中間的 那我就滑不動了 那就是 這樣我們叫做ASA 那如果今天你第三邊給我了 可是是給在旁邊 那你會發現怎麼樣 雖然我還是可以滑 可是我必須要滑到這一邊碰得到他為止 太遠了碰不到太近 太近了會穿過去 那所以我要剛好碰到頂點 我還是只能夠待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這樣子 我跟你說這兩腳跟一個邊沒有夾在中間的一樣 那這樣他還是仍然是一個 這個全整性質 可以嗎 OK 但是要注意的一點 就是說ASA常常會有一個 小小在使用上的技巧 就是說 也可以說陷阱 怎麼樣呢 我是兩腳 跟一個沒有被這兩腳夾住的邊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我是跟你說 我今天有兩個三角形 我是這樣子的 比如說我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他也符合什麼條件 跟上面這個也好 跟這兩個一樣 這個腳都一樣 然後這個這個腳也一樣 然後我告訴你喔 這一邊有沒有 這一邊 跟這邊一樣長 那你會發現什麼 他也符合我剛才說的 我有兩個腳 他有一邊 然後那邊沒有被夾到對不對 可是這兩個三角形有沒有一樣呢 不是因為你看起來他不一樣 所以不一樣 而是說怎麼樣 因為這一邊 他本來是這一個的對角 就是畫 比較尖的這個 畫一刀的這個對角 而不是塗滿的這一個 但是在這個三角形裡面他是塗滿的這一個 所以他們兩個 不是 他們兩個不是全等的三角形 我如果把這個搬到這個上面會怎麼樣呢 因為這邊比這邊 就這邊比較長嘛 這邊比較短嘛 也就是說 我等於是在這邊上面取一邊 讓他跟這個咖啡的一樣 對不對 然後我因為這個腳也要跟他一樣嘛 所以呢 我在這邊故意拉一條線下來 讓這個腳跟這邊一樣 至於這個怎麼拉 我們到後面會介紹 做平行線就可以 所以我這個三角形 你如果搬上來就是在這裡這樣子 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怎麼樣 這個腳跟原本的這個 就是這個腳 這個腳跟這個腳一樣 這個腳跟這個腳一樣 這邊跟這邊一樣 那顯然是不同的 那所以呢這個 AAS 兩個腳跟 一邊那邊沒有被夾到 他用來作為全等性質是OK的 可是呢 你的這個 邊沒有被夾到那邊 一定要在這兩個三角形裡面 對到的是同一個腳 要不然也是沒有全等 這點很重要 那麼從剛才到現在呢 我們介紹了什麼呢 我們介紹了 SSS 我們介紹了 這個 SAS 我們介紹了ASA 和AAS 對不對 兩個三角形如果三邊都一樣 他就是全等的 如果他是兩邊和一個夾腳一樣 這兩邊的夾腳一樣 那他是全等的 如果他是兩個腳和他們夾邊一樣 或者是兩個腳和 沒有夾到的那一邊 然後位置有對應到 一樣都是全等的 然後我們說了 三個腳一樣是 沒有全等的 那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還少一種情形 就是這個 SSA 我們剛剛這個 兩邊和一個 兩腳和一邊沒有夾在中間的 你可以寫 AAS你也可以寫 SAA 那事實上呢 你不可以寫 SAA 因為沒有人這樣寫 就是說 寫在中間是為了表示這一邊被夾住嘛 那寫在後面而不寫在前面呢 純粹是大家約好的 所以請不要這樣寫 OK 那 所以說有這個兩邊夾一腳 兩腳夾一邊 和兩腳沒夾一邊 當然也就會有所謂 兩邊沒夾一腳 如果我有兩個三角形 我知道他們兩個 兩邊 這兩個三角形的兩個邊都一樣 我還知道他們剩下的那個角度 某一個腳不是夾在中間的 而是另外一個腳一樣 比如說 比如說我有一個三角形 我知道有另外一個三角形 他的這一邊是這麼長的 然後我知道他的另外一邊也是 跟這個三角形的這一邊一樣 可以嗎 然後我還知道一個腳沒有被他們兩個夾住 是這個腳 另外一個三角形也有一個腳在這裡 而且是跟他對的 位置都有對到喔 那這樣子這 另外一個三角形是不是就會跟他一模一樣呢 那我們從一開始就要講這件事情 我要怎麼知道他 條件這樣的條件充不充分 足不足夠用來證明這兩個三角形是同一個 就是說當我掌握到這樣條件的時候 我能不能夠在圖形上面做出唯一一個三角形 就是長這樣 那所以今天我如果要試著做 首先我先複製這個腳 我做了一個跟他一模一樣的腳 然後呢 根據我剛才的說法 我還知道這一邊的長度 剛好就這麼長 所以我又有一邊跟他一模一樣 這邊 可以嗎 那剩下來呢 我還是到這邊的長度 也就是說因為這邊要一樣長嘛 所以我這個腳 這邊已經固定住了 如果這是A 這是A' 這是B' 這是B' 我這個地方已經固定住了 那我以B'為頂點 這麼長為半徑 跨弧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加在這裡 假如說這個就是C' 那這樣子這個連起來 是不是一樣的三角形 是 但是 但是 你會發現我SSA寫到這邊來的 為什麼 他不是一個全等性質 因為在我做圖的時候以 B'為頂點 然後這個BC'為半徑劃弧 我還可以怎麼樣 擋 擋 擋 過來 也就是說我擋過來之後呢 我所做出來的這一邊也會跟這邊一模一樣長 那麼我現在圖起來的這個三角形 跟右邊跟左邊的這個三角形 他們有共同的一個邊一樣 有另外一個邊也一樣 他們有一個邊一樣 有另外一個邊也一樣 而且這個邊的對角也一樣 可是他們不是同一個三角形 那所以說 SSA 並不是一個全等性質 但是他和AA不太 不太相同 他不是一個全等性質的原因和AA的差別在於 AA你掌握三個角之後你可以做出 幾百種的三角形 你可以無限的放大縮小 放大縮小都有不同的三角形 但是SSA之所以他不是全等性質的原因是因為 你可以擋過來產生另外一個 但是就這麼兩個而已 也就是說你如果知道他就是銳角三角形 的話 那他其實會是 或者說也不能說不一定是銳角 就是說你如果知道他 相對位置相對角度都 知道大概就是長這樣的話 那你會 你其實是可以用來判斷全等的 那只是我們一般在描述的時候說SSA 他就不是全等三角形 因為他有 那個兩種可能就是 這樣懂嗎 那麼SSA他不是全等三角形的原因是因為可以擺過來 對不對 如果今天我讓他不能夠擺過來 讓他卡住 那我就可以用SSA的這個概念來去證明全等 怎麼卡住呢 如果今天我的這個三角形是直角的 那你們可以想像 跟剛才一樣喔 我知道這一邊 我知道這個角 然後我還知道一邊 那可是因為我剛講是直角嘛 所以我如果 知道這裡是直角又知道這個角就 知道太多了 因為這樣就AAS 那多餘了所以 我們調整一下這個條件 我是變成是知道 一個直角 和一邊 和另外一邊 這樣 知道一個角 一邊和另外一邊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我還是 我還是A和S和S嘛 我們講SSA啦 我們還是SSA嘛 但是 這樣的情況下就只有一個三角形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要擺動這一邊 他沒有辦法擺他是直角 他一擋開來就脫離了 一擋開就脫離了 他唯一能夠跟這個底邊 碰到的 就只有這一邊而已 那你如果說今天我不是要擋他嘛 我們剛才也不是擋這個移植的這個嘛 我們是擋位置的這個角嘛 對不對我們剛是這邊沒有在動嘛 我們是動這一邊嘛 OK 你如果把這一邊 擋過去 他可以擋 可是怎麼樣 這個角固定 這一邊固定 那於是這個 B跟A就固定了嘛 那固定了之後呢 我把C 以A為軸心 AC長為半徑 化弧 擋過來對面這邊 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我蕩過來之後產生的這個三角形 還是會跟這個一模一樣 為什麼他只是翻過來 可以嗎 那這個就是 這個 如果這裡是直角 如果你SSA的第三個 這個脫離沒有被夾住的角是直角的話 他可以用來證明全等 那為了跟SSA做區隔 我們把這個叫做RHS 寫在底下 那這個RHS呢 他就是我們的這個 全等性值好的第五個條件 我們總共就有五個 那我們可以 也可以用一個角度來說 就是說 你可以想像 當我知道這個角是直角的話 你給我兩邊 我用必死定你算第三邊 那我不就是SSS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RHS是一定有全等 同樣的道理 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知道了這個 AASA是全等 那 今天你給我 更正 我們知道 AASA是全等 在這裡 那你今天給我AAS的時候 你今天給我AAS的時候當這兩個三角形大的 我說他 這個角一樣這個角一樣 而且這一邊一樣的時候 那我透過直角三角形 這個180減掉兩個內角 剩第三個嘛 我是不是就可以算出第三個 也就是說我其實可以輕易的取得這個角會跟這個角一樣 對不對 換句話說其實他就變成是AASA 那這樣當然也是OK的 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怎麼樣 如果他是有對到關係位置的 如果他沒有對到就不會是 如果他有對到關係位置的話呢 那其實他這個 AAS 既然ASA會全等 AAS就一定會是 我們來示範剛才這個 我們說 這個角 就是這個跟這個 我們說他這裡一樣 這個 這邊 這個角一樣 這個角一樣 結果他這邊跟 這邊一樣 對不對 那我一樣可以算出 第三邊沒有錯 第三個角 我一樣可以算出他第三個角 這兩個角會一樣 因為一百八十減這個減這個減這個就是這個 可是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怎麼樣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們相同的那一邊 在這個三角形裡面是夾在橘色跟綠色之間 可是在這個三角形裡面是夾在橘色跟 撇一撇之間 是不同 對不對 也就是就沒有符合 這個 ASA 好 那麼這個就是 對 全等三角形的介紹 下一集我們會去談怎麼使用他 在這一集我們先介紹說三角形可以因為什麼原因而全等 那我們這兩顆就上到這裡